说到粉丝任务,挑战薰之继承者先死两次再夺冠 小维在加点难度,只能腰射并且十杀以上夺冠 大家都知道薰之继承者死亡的话非常拖节奏 上来直接死两次,还要最后十杀以上腰射夺冠 难度确实不小,但小维就喜欢挑战高难度 OK,开始吧 又是这么远的地方,赶快让我遇到敌人嘛 好啦,遇见一个,那我就先去假装打不过吧 死一次了,复活再来 这个人头先拿了,再来死一次 好啦,契约已经达成,现在可以正常游戏了 到现在才两级,人家高的估计都八级了 要抓紧时间了,前面有个敌人,先击杀了再说 哎呀,穷的子弹都买不起了 等兴致币到十个再来打他 OK了,买子弹 刚才就是你吧 幸亏等级不高,不然我又要死一次 我去,谁啊,偷袭我 看到了,在架子上 因为不能开镜,只能靠近的再打 挑贼,受死吧 这边还有一个人 搞不懂这人是引力,怎么上去这个架子上的 有伙伴们,你们知道吗 到房子里吃个心环再走吧 咦,怎么又来一个吃心环的 找死压力 到卫星楼顶加血,安全些 毕竟吃过亏嘛 哎呦,有个人过去了 可惜不能开镜,不然那人必死 算了,不过去了 我等级太低了 他还是个喷子 怕打不过啊 先把AUG升级了 抓回怪升级先 怎么又有人打我啊 不让我消停是吧 气死我了 现在就来干你 不让我不就能活命了吗 骗不听 实际了 现在有主要能干架的资本了 开始行动 靠近的再打 妖射子弹太散了 好在技术够硬全部击杀 开启薰之臂加冕吧 我去,感觉周围全部都是人啊 一个个击破吧 先从里开始 再看后面这个 咦,怎么光听见枪声 看不见人呢 到楼顶看看 哦,原来在这里啊 他下就有用了吗 照样击杀你 再刷点兴致币 巩固一下地位 又发现一个人 你能打得过我吗 时间到了 最终成功加冕 十一杀也够我自己的要求了 挑战顺利完成 好了 小伙伴们,我们下期见